随着圣诞及新年假期的到来 许多人的选择出游 目前万丹省丹格朗市苏加纳尔哈达国际机场的乘客 是否有所增加 那么长假期间机场方面又是采取了哪些措施 相关的情况我们马上连线在现场的本台记者李淑珍来了解一下 淑珍早上好 跟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情况 好的园林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我目前所在的位置是 班丹省丹格朗市的苏加纳哈达国际机场 T3航站楼的国内出发口 我今天早上大约是在6点55分抵达这里 在我进入T3航站楼之前在路上是有点堵塞 但是在我进去之后并没有发现 任何的排长龙的现象 此外我刚才也是采访了一些乘客 他们表示今天大乘飞机的原因是各种各样的 有的是因为在家里要搬一点事情 或者是因为工作而出差 甚至在国际出发口 有一些游客他们选择在年底之前去国外旅游 此外 苏加纳哈达国际机场在今年的圣诞新年假期是从12月18号开始至明年1月4号结束 所以目前还没有真实进入的圣诞与新年假期 县城的工作人员也表示 由于还没有正式假期期间他们还不能确定哪一个城市的乘客是比较多的 据统计苏加纳哈达国际机场的数据显示 那么在今年的生诞新年假期乘客量会比去年增长了有12.5% 或者是达到10万多名乘客 那么为了应对这么多的乘客量 他们也已经安排了有超过3000多名的现场工作人员在现场保持截状状态 以上是我在现场所了解到的情况 回到研究室 远您 Jelajahi cara baru mendapatkan informasi Download MetroTV X10 sekarang 我们下期再见